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你们 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点心时间 我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香西牛肉鲜竹卷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呢 因为鲜竹卷通常用猪肉搭虾 今天我显示一个我本人非常满意的配搭 就是选用香西牛肉 我就觉得它会嫩滑 加上鲜竹皮的烟韧 配搭起来很好吃 好了 材料就非常之简单 这里有些面子牛肉 有些马蹄片 是小片 有些果皮粒 这些是浸软了的果皮 再切成幼粒 葱花芫荽 水 我待会会搭一点点 梳打粉 大家如果觉得不喜欢吃梳打粉 你可以不下 你接受到牛肉 比较粗 可以不下 这些是姜葱蒜粒 很简单 一会要来埋芡 这些就是面粉 面粉要来黏口 鲜腹皮 将它切成三角形 差不多大块就可以了 通常一块开四块 好了 我们开始就先打牛肉餡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打牛肉餡 很简单 就把面子的牛肉放在上面 这个牛肉会吃水很深的 因为你把水全部吃进去 就吃起来会很嫩和很滑 这里就将会吃一杯水 左右 所有的羊羊 我会在影片的后部分展示出来 大家需要拿去看看 好了 我们首先就把盐 先拌匀 先拌匀 水要慢慢进去 不要进太多 我们现在将其他的甜味品 加入进去 糖 点心 糖分一向都比较重 再加少许鸡精 大家不喜欢可以不加 三分 胡椒粉 麻油最后才放 我们现在加上 陈皮粒 我们转用手 打比较容易操作 多一点 逐小逐小加水 加入塑打粉 在鸡蛋 然后把牛肉 prep 做出鸡蛋 和它关inh 放入的鸡蛋 它也拿出鸡蛋 和它切成鸡蛋 和鸡蛋 加入其他食材, 马蹄 马蹄的份量多一点, 我喜欢吃起来有爽口的感觉 葱花, 芫荽, 加入麻油 加入菜蔬之后, 会出水, 搅拌均匀 拌均匀 我们现在将它搅成一份一份的小圆球 碟底, 加少许油, 防黏的, 没什么作用 鲜竹卷, 大概1个牛球 差不多一份量 你搅成一个圆球就比较准确 你不搅都可以, 用匙羹搅拌均匀 我喜欢习惯了均匀 好了, 我们就将面粉用水开了一张 做粘口, 粘口 粘口 用一块腐皮 首先在角位那里, 粘口 用一份牛肉 稍微长形少少 因为受火均匀 先覆一个 来 Great 然后再多吃一点 很好 为何我们不在第一摺摺弿 这个鱼变得很薄 很薄, 就弄多一摺 量一直搅拌均匀 鲜竹卷包完后,我们就要预备一锅油 中火炸过它,再打个汁,还要蒸 我们要用碎的腐皮,试试 不要太多,炸几条炸 腐皮要炸过才蓬松 如果不炸过,就会比较硬 好,你看到腐皮的表面都搅拌了 有些金模式,我们可以捞起它 捞起它,搅拌一下油 好了,我们加上芡 放些油,这是姜葱蒜 这个时候,搅一点沙茶酱 沙茶酱配上腐皮的味道很搅拌 放些酒,加上水,蚝油 少许盐,糖,生抽,老抽酵色 胡椒粉,加少许盐 胡椒粉,加少许麻油 我们开些粟粉水来打芡 好,这样的浓稠度就行了 再加少许麻油 现在可以加少许麻油 拿到水吸污 这个我们将有这些粒鱼 调 dealing,我们要舒服 这个七水功能是在彈虾 然后一起吰化 蒸12分钟 好了,12分钟到了,很漂亮 今天的节目就完美完成了 多谢大家收看 帮忙点一个赞,多谢你们 感谢观看